巡龙千万看禅山 一重禅时一重关 关门若有千重所 定有王后居此间 2500年前 子虚建成 2500年后老庙巡龙 所谓三年巡龙 十年点穴 孤苏城的风水好在哪里 老庙带你一一解谜 苏州风水秘文第三季 空硕有一的相城区 大家好欢迎收看 庙在苏州我是老庙 2020年年末 我们首度推出了 苏州风水秘文系列 引起了很多观众朋友们的热烈反响 之后为什么没有持续更新呢 是因为这个节目 让老庙伸手其扰 一则是老庙在某英 做了几次直播 就成了楼盘的咨询了 二则是老庙一直希望 把庙在苏州打造成 苏州历史文化美食类的节目 而风水只是城市文化中的 一个影响因素而已 所以搁置了大半年 没有继续做相关的节目 在苏州最寒冷的季节 老庙打算把苏州风水秘文系列 来个结尾也算是有始有终 话不多说 书归正传 先来复习一下我们前两季的节目 第一季节目中 老庙说到了苏州主城的大风水问题 也就是苏州城的龙曼从哪来 吴子序如何通过城市布局 留住了苏州城的气韵 而现代苏州又怎么通过苏州城的千年气韵 打开了苏州工业园区的气韵 第二期节目则是横向分析了吴中区 主城太湖度假区 隐山湖区域的风水问题 也顺带减述了吴中太湖新城和吴江太湖新城的优劣势 因为部分平台限制目前风水系列的全集在小破绽上都有 还是同样的妙在苏州的频道 如果大家有遗漏没看成的可以去补习一下 如果各位观众觉得老庙说的不错 也希望经常给老庙加要关注 点点赞来个一键三连 之前的节目里详细说了苏州主城的 姑苏区吴中区以及下属的工业园区 简单说了一下新区和吴江区 主城区当中只剩下相城区 没有说到这一集我们主要来说相城区的风水 相城的整体风水还是主力发展区域 几乎都是城市风水当中的反面典型教材 老庙对相城区的风水的总结四个字扑朔迷离 且听老庙一一道来 相城主城无龙之地南城大旗 先来说说相城区的区画 相城在2000年初从无限拆封而来 从以原来的离口 入木圆河三镇作为主城区 纵观整个相城区 在风水上有着先天的烈士 首先是四方街舞龙脉 从山龙的角度来看 相城为平原形态 毫无龙脉可言 从水龙的角度来考量 只有原子太湖 流金须江苏州护城河最终汇入 敞江的原河堂有些许必义 其次对于苏州古城所散发出来的气韵而言 又因平江形成多条东西向的宽阔道路的阻隔流入 相城区的气韵更是有限 从城市龙脉的角度来看 人民路作为曾经苏州古城最重要的主干岛 其千年去本该滋养的相城区 但因为北部的富宁铁路 金湖高铁312国道的阻隔 在相城活力的区域更是被深深消极 刚刚老庙所说的还只是相城区的外影 对相城伤害最大的则是 区内遍布的池塘水系 这在风水理论当中称之为平田水 风水中也分好水和坏水 简单来说长江黄河太湖金鸡湖 这样的大河流大湖泊是好水 但如果只是星星点点的池塘 往往是因地脉布吻而出现的 虽然风水上常说山管人丁水管财 水是财源的象征 但要重点关注这个水从河而来往哪里去 相城区内的这些小型池塘水田 湿地往往是漏财之水 这里可以说个对比 目前相城作为苏州一城四核发展战略中的重点 其商业经济旅游资源都远信于其他区域 这也侧面佐证了相城区在财源上有所欠缺 考量一个区域是否未来可期 往往先要看区政府的位置和格局 前面说了相城区无龙无血更无沙 只能从水和巷的角度去考量 补充一句如果对老庙说的龙血沙水像有不了解的 可以去回看老庙做的风水怎么学那期节目 从纳水的层面来看 相城区的政府虽然占据了阳城西湖的天门位置 但阳城湖本身被多段分割 阳城西湖水面面积已是有限 再加上金户高速关独立教的角度作用 长台高速和苏州北站高加入的阻断冲散 阳城湖对相城区政府的注意极为有限 而从立项的角度来看 相城区政府坐北朝单略片东 处于阳城湖的天门位置的前卫 从立项上来说属于对区域有些许腐弊的作用 考量完纳水和立项的因素以外 我们再来说说相城区风水的四项格局 从地图和现场的情况来看 这里可以说是四项齐备 龙虎巩位 水聚天心 有情环抱 但是注意 凡是考虑四项格局的 要看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布局 是否合理 有和对 这是两个概念 区政府以区法院作为玄武靠山 就本身没有问题 但问题在于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一块水塘 并且这个水池环抱 政府如宫一般设向法院 而位于东西两侧的龙虎格局 白虎位的建筑明显高于且多于青龙位 老庙就说这么多了 只可一会 不可言传 无论从相城区的整体区域考量 还是区政府的建筑布局来看 相城区很难有大作为 在之前的几次直播中呢 有很多观众咨询老庙楼盘风水问题 老庙也简单答复了 那在苏州不是老庙的主业 风水学是老庙多年的爱好以及自修 所以很专业的风水问题 老庙就不做解答了 有需要的朋友建议找专业的老师傅 今天我们继续说相城的风水 它的整个风水其实也没什么好多说的 乱七八糟与塌糊涂 接下来我们就从大格局的角度来点评一下 老庙这次只说有问题和有格局的点位 先说老庙比较看好的点位和板块 相城区目前已经建成的板块当中 老庙最为看好的肯定是高铁星辰 高铁星辰以苏州北站为核心 从北站的建筑格局来看 四项齐备龙虎有情 而北站从过去以南广场为主 转为如今以北广场为主 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改变 以南天城路南侧的大楼建筑 作为玄武靠山 流出北广场具有一定规模的朱雀明堂 高铁星辰板块四周更有活水环绕 再加之金户高铁陷入带来的气运 未来有很大的机会 与高铁星辰优势相对的 可以称之为风水败逼的则是活力岛区 活力岛两岛大小相当 龙虎相斗 对于从人民北路带来的 苏州古城千年气运 竟想通过反攻格局的枝金户 和活力岛广场化解入煞 活力岛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用东方之门苏州中心的 风水格局来作为对比 东方之门做的风水格局 是以七龙阁降服荆棘湖的庞大气运 活力岛则是通过风水球 希望转化人民北路带来的古城区运 但问题就出在于 汇翠商业广场 两栋高楼作为屏风阻隔 中间却流空 形成了穿心煞 这也导致了活力岛中心区 人在基建迟迟迟不能完善 这次研究象城风水时 老院意外发现有一处电位非常好 不知是否有高人之地 那就是大跃春风里 黄大河和元和堂再次交位 形成了十字天心的风水格局 大跃春风里正好位于十字天心的潜位之上 除了象城的主城区 东西两翼的望亭河 阳城湖可以说是上风上水之地 东侧望亭有太湖气运所加持 金豪运河和望云河也形成了十字天心的格局 虽然远不如吾中东西山区域有苏州肉脉的加持 但在象城整体偏乱的风水格局当中 算得上是上家之选 而西侧的阳城湖情况则有点复杂 从风水格局来看 阳城湖本是绝佳的风水地 无论是天下第一的阳城湖大闸蟹 还是有着连中三元的前期的浮地 凌花岛和阳城中湖的环岛形成了龙湖格局 阳城湖可以作为朱雀明堂去考量 但阳城湖美人腿形成了半岛平田水 却无法作为玄武考山 象城太平镇则更加水网力 以及难以形成有效的助力 这也让阳城湖区域开发陷入了前后两难之境 而反观昆山八城 以昆山作为倚靠傀儡湖和曼黎湖 所形成的龙湖格局远胜于象城 这也就难怪虽然象城占据了大半阳城湖 却是八城的阳城湖的大闸蟹更为有名 象城区几个重点值得关注的区域 网友大致已经说完了 总结一下这期节目所说的象城区风水问题 因其区域内水网密布地脉不稳 可以说是先天不足 而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 后天的改造能力 改造意愿 改造意识 堪称有限 从而导致了象城作为苏州的北大门 在长期的竞争当中远去与工业远去 而同样当年从无限分家的兄弟湖中区 已经逐步走出了主城和东西两立同时发展格局 而象城主城发展法力 东西两立依旧为农村风暴 最后老娘还是想说 风水只是环境地理测绘学的经验总结 大家一听图一乐 觉得老娘说的不错 给老娘点点赞 来个一键三连 没必要一味的将风水作为封建迷信 而嗤之以鼻 苏州风水密文的系列节目就此终结 今后妙在苏州将会继续更新 关于苏州历史文化美食的相关节目 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妙在苏州妙在苏州